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且由于海洋污染和气候异常 水产养殖越来越困难 产量越来越少 因此生活困难的渔民们正在寻找新的养殖方法 这时L生态科技解决了水产养殖的问题 并开发出了能带来丰富生活的新科技 这就是L生态技术BioFlock新技术环保无抗生素水产养殖 BioFlock养殖技术是一种高密度养殖技术 用于在水资源稀缺的情况下 在狭窄的空间中 使用有用的微生物来种植大量鱼类而不会换水 那么BioFlock系统的作用是什么呢? 饲料中的蛋白质成分中 实际上鱼的食用量约为70%至80% 其余20%至30%会溶于水中并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氨成分 BioFlock系统是将溶解在水中的氮化合物三甲基氨分解成微生物 并再次以蛋白质状态成为有用的微生物介质 成为鱼类的食物 水产养殖的问题 主要涉及生产成本的问题 水质环境的问题 与增值技术的问题 特别是不改善水质和低质问题就无法解决的最重要的部分 生产成本问题 包括鱼苗入食费用 饲料和添加剂费用 水质净化剂费用等高费用维持方面遇到的困难 水质环境问题是水产养殖场的排泄物和吃剩下的饲料残留物 导致的水质低质问题因而成为失败的最大问题 增值技术问题是由沉积在养殖场地的有机物质引发的疾病 导致生产力下降以及大量死亡 因此向L生物科技介绍新技术水产养殖 BioFlock L生物科技在虾降中寻找并开发了特殊的高岩有用微生物 卓越改善了低质水质 消灭残留物和排泄物 具有卓越的水质净化能力 并具有消灭性的特殊菌株 另外 在海水40毫米中也能够生存增值99% 并且是使用耐炎性较强的光炎性细菌 在海水养殖中也能较好地改善低质和增值的特殊菌株 在西海岸一带增养殖的白对虾养殖的情况 2018年度的养殖成功率非常低 仅为18% 夏季海水换水会引发疾病细菌流入 导致大量死亡 只有氮元素和碳元素比率一致 养殖场地的微生物才会增值 所以特殊的碳元素 Oxygrino物质是水产造水的核心技术 也是养殖成功的捷径 所以水产下养殖场可以做到不换水 实现不换水养殖 海上污染 地下水枯竭 淡水和海水频繁更换 天气状况造成了管理困难 费用上涨 鱼秒的压力 复杂的设施不断增长电费和管理费 因此 渔民们的收入越来越少 生活也日益艰难 但是L生物科技提出了能够解决这一切的技术 敬请揭秘增养殖成功的秘诀 成本减少 管理简单 生产增加的L生物科技的模仿 未来所有海洋养殖都将用L生物科技提出的Neoflog系统 打造渔民的幸福与风饶